兄弟借我的车就驾出了车祸 事后竟瞒着我 把我三百万的车当费铁给卖了 十八 这就是你新买的车吧 借我用一天呗 明天还你 说实话 我是真不想借 毕竟这辆大顿灰腾可是花了我整整三百万 是我每日每夜奋斗了三年 再加上爸爸给我凑的两百九十九万 这才把他提回家的 自己都还没开过几次 但是多年的兄弟开口了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好 好吧 这车你自己开就行了 可别借给别人了 看给你稀罕的 一辆破大纵 要不是我今天急着用车 我都不好意思开出去 谁还会来借这车 我听他这样说 顿时有点不高兴了 兄弟 我这辆不是普通的大纵 这车还有点小贵 十八 真不是我说你 你呀 就是没见过世面 大纵的车能贵到哪去 撑死了十来二十万 真要给你蹭坏了 兄弟我赔你一辆新的 这样总行了吧 不是 还没等我来得及说什么 史大郎开着我的车 一溜烟就没了踪影 很快一周就过去了 史大郎到现在还没把车还给我 期间我也给他发了两条信息 他都没回复 但是今天我得回趟老家 需要用车拖一些东西 于是就给史大郎打去了电话 想让他把车还回来 谁知电话多了两声就被挂断了 正当我一脸疑惑的时候 高中老班长陈远打来了电话 他和我还有史大郎都是高中同学 十八 听说史大郎前几天出车祸住院了 还好伤得不重 咱们去医院看看他吧 我听完一愣 怪不得史大郎一直不回我消息 估计是开着我的车出的车祸 因为不好跟我交代 所以才没接我电话 他也真是的 多年的兄弟 我又怎么会计较这些呢 好 咱们一起去看看他 没一会我们就来到了史大郎的病房 进去后 老班长陈远率先开口道 老史 怎么样 好脸了吗 史大郎看到是陈远 立即笑着打起了招呼 老陈 你们怎么来了 随后当目光落在我身上时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催催催 都催到医院来了 不就是借你车多用几天吗 我又没说不还 催命呢 陈远等人一脸猛逼 不是 啥情况这是 我跟你们说啊 有些人毕业后就变了 前几天我不是借了苦十八的车吗 就是挽还了几天 结果可倒好 先是电话打个没停 现在又带你们过来给我施压 磕的什么玩意 这时史大郎的未婚妻也开口道 你就是大郎的高中同学苦十八吧 你说你 不知道我们大郎开车快啊 你怎么还借车给他 我们快结婚了 他这也就是小事故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怎么跟我们交代 听到这些话 我瞬间一阵心寒 自己好心借车 这还借出不是来了 很明显他把这次的车祸怪到了我头上 陈远等人也听出了个大概 正想打一个圆场 我一气之下 蒋先说道 行 就算我这次来 是过来要车的吧 车在哪里 车要是给我 我自己去开 对于史大郎这种人 我这次算是看透了 不想再跟他多费口舌 以后也没有打交道的必要了 听到我的话 史大郎脸上闪过一道慌乱之色 随即冷笑道 呵呵 我就知道 车肯定会还给你的 但不是现在 随后又理直气壮的 对我下达了读客令 现在我需要休息 请你出去 我瞬间怒不可遏 史大郎 你咄妈什么意思 你借车不还 还有理了是吧 史大郎一时哑口无言 随后恼羞成怒道 咄妈的 今天我还就不还了 有本事你报警抓我啊 要不是你那辆破大宗这么难开 老子会出车祸吗 我直接怒急而笑 冷冷地瞥了史大郎一眼 很好 如你所愿 说完这句话 我转身就走 陈元两人也都是听明白了 今天才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这位老同学 保重吧 留下这句话 两人也转身离开了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对于史大郎这种人 他们以后也不想再打交道 此刻史大郎的脸色 就像吃了翔一样难看 他觉得这都是我的错 是我让他下步来台 才搞得他重判亲离 老公 以后少跟这种奸诈小人来往 他奶奶的 算我看错他了 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兄弟一场 居然还比不上一辆破大纵 我走出病房没一会 就碰到了史大郎的母亲 出于礼貌 我还是打了一声招呼 阿姨好 史大郎的母亲 却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后 居然冷嘲热讽起来 呵呵 苦师爸 做人不是你这么做的 说完这句 他看也不看我一眼 直接与我擦肩而过 此时的我 血压蹭蹭的往上飙 这特么的 自己好心借车给史大郎 那啥比不知道感恩也就罢了 他母亲活了一大把年纪了 竟然也特么一点人事都不懂 居然还把我给怨恨上了 回到家的我 掏出手机正准备报警的时候 老班长陈远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十八 有件事我忘记跟你说了 史大郎这次出车祸 应该是酒驾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刚刚我又问了跟史大郎一起喝酒的一个家伙 他说你那车被撞的不成样子了 因为史大郎是酒驾 又不能走保险 所以直接把那辆车三千块 当废铁给卖了 我听完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 谢谢你老陈 真行啊 三百万的新车 让他三千就给卖了 紧接着 我拨通了龙律师的电话 老龙又来活了 这次是我一个同学 我想把他给送进去 上集说到 兄弟借我的车 就驾出了车祸 事后竟瞒着我 把我三百万的车 当废铁给卖了 啥 三百万的新车 被你同学三千块 当废铁给卖了 是的 数数同志 好的 小伙子 你先做个笔录 把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病房中 史大郎的母亲刘春花 正在一旁喋喋不休 儿子 我跟你说啊 以后交朋友 要先看清楚对方的为人 看看你那个 叫苦十八的同学 这都什么人呢 以后别跟这种人处了 史大郎一脸的不耐烦 妈 我知道了 是我看错他了 从今以后 我跟他恩断一绝 再也不是朋友了 但是你能不能 别一直老说 这不是给我添堵吗 就在此时 一对数数冲进了病房 你好 请问你是史大郎吗 史大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我们接到苦十八先生的报案 你涉嫌恶意侵占他人财产 涉案金额巨大 以及涉嫌酒驾 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史大郎母子俩直接傻眼了 缓过神来的史大郎 还想通过受伤这件事 来进行逃避 数数同志 你们看 我现在受伤了 不能 谁知他话还没说完 就直接被两个数数 扛到了轮椅上 有什么问题回警局说吧 刘春花半想才反应过来 急忙快步跟了上去 警局内 刘春花一脸震惊地看着叔叔 啥 你们是说 那辆车不是普通的大纵车 而是大纵灰腾 价值三百万 他本以为那辆大纵车 顶多也就十来万 大不了把钱赔了就完事了 谁知道那车居然要三百万 刘春花只感觉眼前一阵发黑 差点没晕了过去 史大郎也愣住了 他的印象中 大纵车不都是拿来坐出租车的吗 怎么会有这么贵的 史大郎 此案已归为刑事案件 因此我们将对你进行刑事拘留 史大郎听到自己要被刑拘 顿时吓得哇哇大哭 妈 一定要救我啊 我不想坐牢 看到儿子被带走了 刘春花一屁股坐在地上 撒泼打滚起来 虎十八这个挨千刀的 他这不是害我们吗 这么贵的车 他肯定是故意借给我们的 就是为了害我儿子 叔叔同志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把那个恶毒的小崽子抓起来 叔叔看着这一幕 也是一阵无语 这时走过来两个人 前面这位中年男子 正是史大郎的父亲 史恒飞 老史 你可得为我们儿子做主啊 到底怎么回事 片刻后 他总算从自己老婆的口中 了解了事情的一个大概 张律师 我们该怎么办 张伟自信一笑 申请跟报案人进行调解吧 只要能达成和解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 看到张律师那自信的笑容 使恒飞心中稍稍安定了些 旁边的刘春花也是眼神一亮 对对对 叫那小子马上过来 我们要申请和解 我倒要问问他 怎么这么冷血 要将我们大郎送进去 张律师听完眉头一皱 自己是想让他们向报案人跪地求饶 请求和解 可他听刘春花的语气 怎么有点兴师问罪的感觉 很快叔叔打来了电话 希望我能过去调解一下 叔叔的建议咱还是要听的 到了警局 张律师首先来了个自我介绍 虎先生你好 我是当事人史大郎先生的律师 我叫张伟 张律师话还没说完 旁边的刘春花却直接发作了 你个小逼崽子 我家大郎招你惹你了 你要这么陷害他 你不知道他就快结婚了吗 你现在要告他是想让我们家破人亡吗 叔叔同志 在调解的过程中 我是不是随时可以离开 可以 只要你觉得没有再继续调解下去的必要 随时可以终止 张律师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这泼妇会这么蠢 这是生怕他儿子进不去吗 你给我闭嘴 使横飞赶忙制止了他那撒泼打滚的老婆 小苦啊 这次确实是我们做错了 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赔偿了 我们坐下来谈一下赔偿的事情吧 看到使横飞倒是说了句像样的人话 我便好奇地问道 怎么赔偿你说说看 使横飞眉头一皱 似乎对我这种不礼貌的语气有些不满 毕竟我以前见到他都是叫叔叔的 小苦啊 这件事我已经了解了个大概 你那辆大纵灰腾新车确实是要三百万 但是有句话你听过没有 车子一落地就贬值 你那车虽然没买几天 但也算是二手车了 这个你没意义吧 使横飞侃侃而谈 感觉自己掌握了主动权 越说越起劲 所以说 你这辆车 我们不能按照原价进行赔偿 最多也就只能赔偿个百八十万 当然 这个价格还可以商量商量 旁边的刘春花也附和道 对对对 车子买了后就贬值 好像有什么折旧费 而且越贵的车子折旧费就会越多 所以我们肯定不能按原价赔给你 不然我们就亏大了 说完刘春花还得意的一笑 使横飞也是满意的看了自己老婆一眼 而我却差点被气笑了 好家伙 菜市场买菜都不带这么砍价的 使 使横飞是吧 使横飞对我直呼他的名字很不满 你说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你说什么 使横飞瞬间愣住了 我说你脑子有毛病的话 就去医院看看 你这是来求我和解的吗 你就是用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来求我吗 使横飞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你 你 我 张律师也是一脸无奈 他感觉自己的仪式英明 要被这奇葩一家给毁了 行了 咱们还是法庭见吧 说完这话 我转身就离开了 张律师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张律师又是自信一笑 你们先去卖房筹钱吧 剩下的交给我 续街上级 兄弟借我的车就驾出了车祸 事后竟瞒着我 把我三百万的车当费铁给卖了 我二话不说 直接报了警 你们准备卖房吧 现在能做的就是积极赔偿 争取让你儿子少盼几年 啥 张律师 你收费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不是说这个案子小意思吗 是啊 本来是小意思的 结果不是被你们搞砸了吗 刚才调解的时候 我是想让你们给报案人下跪求饶的 谁让你们把他给气走了 这 看着眼前这个叫张伟的律师 使恒飞突然感觉这货好像有点不靠谱 使先生 请不要质疑我的能力 咱们还是先去给你儿子申请取报候审吧 很快使大郎就被保释了出来 使大郎 你可以走了 但我必须要通知的是 在此案开庭审理之前 你不能离开本市 否则我们将终止你的取报候审 看到儿子暂时可以回家了 使恒飞心情稍微有所好转 小张啊 你帮个忙 给我们看看卖房的事情 别在卖房的时候 在合同上被人坑了 张伟听完眉头一皱 对于律师来说 最不喜欢听的就是 帮个忙 给看看 我随便问问之类的话 他们律师替人办事 那都是要支付相应的费用的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张伟说完 转身就离开了 使恒飞瞬间怒了 嘿 什么东西 哥们的不就帮个忙吗 能耐的他 过了好一会 使恒飞才平复了心中的火气 还是联系个中介吧 于是他掏出手机 联系了一个认识的中介 使叔叔 您说要找个买家对吧 您稍等 我给您看看 一会儿回您电话 使恒飞等人刚回到家 就接到了中介打来的电话 使叔叔 您那套房子 正好符合我这边 一位客户的要求 听到中介那边有个买家 使恒飞心情好了不少 谢谢了 小刘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买家见见面 中介没有接话 而是问道 那个 使叔叔 我们这边中介费怎么收的 您都清楚吧 使恒飞愣了一下 小刘 帮帮忙 叔 咱们好像才见过两三面吧 使恒飞听出对方不愿帮忙 顿时就要发怒 但旋即他又反应过来 自己这是在求人帮忙 于是忍着怒气道 你放心 中介费我当然会给 怎么会让你白忙活呢 挂了电话 使恒飞骂骂咧咧起来 他奶奶的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没有格局 活该干不成大事 短身他又把怒气撒到了使大郎身上 你磕磕的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外面不是还有几个朋友借过你的钱吗 去把钱给我要回来 当天下午 使大郎的父母正带着中介和一位买家 参观他们想卖的那套房子 老弟啊 你看看 我这房子是新的 装修也是新的 总共花了两百多万呢 本来是准备给我儿子结婚用的 买家却没有接话 而是一脸嫌弃的说道 这装修风格太土了吧 难看的一批 这里面的装修我还得砸了重新弄 听到这话 使大郎的母亲正想反唇相机 但下一个他又忍住了 这个房子您买下后 怎么处置就您说了算了 别看网络上人均百万的年收入 现实中能一口气拿出上百万的人还真没多少 好不容易碰到个买家他可不敢得罪了 买家听到对方的话后眼中闪过一道了然之色 自己刚才的话都那么难听了 但是对方却能忍下来 这就说明对方急需用钱 想到这里买家缓缓开口道 总体来讲房子还算不错 但是这房子过了一手了 那他就算是二手房了 所以说这价格肯定不能按照新房来算 这样吧 我也不是爱占便宜的人 一口价一百万 这房子我拿下了 咱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听到这话 使大郎的父母瞬间火冒三丈 这房子前几天才装修完 总共花费了两百多万 现在对方一开口居然给砍了一半 你要是真心买房 使恒飞刚想质问 话到嘴边他却愣住了 因为他忽然意识到现在的情况好熟悉 这不就是他当初对苦十八说辞的翻版吗 而另一边 使大郎来到了一个欠他钱的兄弟家门口 使大郎啊 快进来快进来 嫂子好 此时屋内一个男人阴阳怪气地说道 小娟别那么热情了 人家是来催债的 使大郎 你当我是兄弟嘛 就这么点钱催催催 都催到我家里来了 我反正没钱还你 你看看我家里 你看上什么就拿什么吧 使大郎听完顿时怒火中烧 奶奶的 看上什么就拿什么是吧 老子看上你媳妇了 你能给我吗 当然 这话使大郎也就心里想想 毕竟现在欠钱的都是爷 这孙子他还得继续装下去 坤哥 兄弟我犯了点事 要不你先还我一点钱应急吧 这时刚刚还挺热情的大嫂瞬间翻脸了 你还好意思来催债 你不知道我们阿坤拿了钱就喜欢去赌博吗 你为什么还借钱给他 你这不是在害他吗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你居然还敢来催债 使大郎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你们有病是吧 这是我的钱啊 就算我催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哪知道这个傻比借钱是去赌博啊 你根本说的是人话吗 对面的坤哥也是个暴脾气 被使大郎这么一通戳几两股 他直接爆炸了 我你妈 坤哥直接冲过来 抓起使大郎就是一顿狂揍 骗课后直接被坤哥扔出了家门 滚了 被揍得嗷嗷大哭的使大郎突然愣住了 因为他发现现在的情况是如此的熟悉 这不就是当初苦十八催他还车的翻版吗 街上集 兄弟借我的车 就驾出了车祸 事后竟瞒着我 把我三百万的车当废铁给卖了 妈 怎么样 房子卖出去了吗 使大郎这下是真的怕了 张律师说过 现在只能积极赔偿 争取从轻处罚 否则这缝纫机可不是采一两年的事 没有 那人知道我们急着出手压价压得太狠了 咱那套新房可是花了两百多万 他却只肯出一百万 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你呢 借出去的钱都要回来了吗 没 没有 我只要回了几百块 儿子 要不你去给那个苦十八道个歉 说几句软话吧 说不定他心一软 就原谅你了 使大郎听完眼神一亮 对对对 毕竟我们是多年的兄弟 他应该不会这么绝情吧 只要他给我出个谅解书 说不定我牢都不用坐了 于是使大郎兴奋地掏出了手机 此时正在工作的我 接到了使大郎发来的消息 十八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几天想通了很多事情 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 拥有你这么一个朋友 是多么的幸运 请你原谅我好吗 我看完 吐胁地笑了笑 这货是不是动画片看多了 他说句对不起 我就得说没关系吗 做错了事 就得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这才是现实 随即我便把他拉黑了 使大郎看我半天没回消息 于是又敲了一大堆道歉的话 但这次消息发出去后 却直接弹出了红圈圈 看到被拉黑了 使大郎傻眼了 随后他眼中闪烁着怨恨的神色 为什么 我都已经道歉了 他为什么不肯原谅我 这时使大郎的未婚妻 方小月走了过来 我有个办法 让那个苦十八接受和解 小月 你有什么办法 你懊了我是做什么的了吗 使大郎愣了一下 随即恍然大悟 你是说 原来方小月是个小网红 最擅长的就是写小作文 即使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只要他在小作文里卖卖惨 就能轻松地将一个人定在耻辱柱上 使大郎听完方小月的计划后 眼神中闪过一丝凶狠 苦十八 你不忍 可别怪我不义 于是方小月按计划拍起了视频 视频开头他就哭哭啼啼起来 大家好 我和我的未婚夫本来近期就要结婚了 谁知就因为我的未婚夫没有及时的还车 他那所谓的好兄弟竟然要送他去坐牢 方小月开始了他的表演 很明显整件事情已经被他颠倒黑白了 使大郎在他口中成了一个老实内向的好男孩 而我却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的富二代 事情还不止如此 苦十八那个混蛋 原来他早就对我有了非分之想 他 他居然还拿这件事来要挟我 想要逼我就范 那天要不是我极力挣扎 恐怕已经被他 随后使大郎的父母也出境了 在视频中他们哭得生死历劫 我儿子他才二十五岁啊 他还是个孩子啊 他本该拥有大好的青春 却要被苦十八那个恶魔给毁了 那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狠毒 我不明白 我真的想不明白 看到这么两位含心如苦的父母 为了儿子在痛哭 自然是让人闻者伤心听者落泪了 视频拍完后方小月直接就发布到了网上 并且还花钱买了点热度 第二天我正在工作的时候 老班长陈元打来了电话 十八你快去网上看看吧 现在全网的人都在骂你 我满脸疑惑的点开了浏览器 下一秒瞬间傻眼了 只见热搜榜前三竟然都与我有关 点开其中一条内容映入眼帘的就是史大郎一家拍的视频 而视频里的内容彻底颠覆了我的三观 评论区铺天盖地全都是辱骂我的 没错 我被网爆了 过了好一会 我才缓过身来 我怎么也想不到史大郎一家居然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很好 还想结婚是吧 两个人进橘子结吧 我掏出手机 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而另一边 史大郎一家正兴奋的看着那条火爆的视频 妈 看到没 现在学网的人都在支持我们 我倒要看看苦十八还能撑多久 这下他还不得哭着来求我和解 儿子 现在这种情况 你说我们能不能反告他一波 直接把那个苦十八给送进去 史大郎听完眼神一亮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我们身后有千千万万的网友支持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把苦十八给淹了 这次还是多亏了我们小月 小月 你这招太漂亮了 方小月听完也是得意的一笑 对付苦十八这样一个无名小卒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就在这一家人洋洋得意的时候 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刘春花打开门一看 只见外面站着一对叔叔 请问你们谁是方小月 方小月一脸的疑惑 是 是我 叔叔同志 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接到苦十八先生的报案 以涉嫌造谣诽谤 诋毁他人名誉 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叔叔同志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小月可一直是个乖孩子 又是苦十八 我说你们是不是收了他的好处了 怎么每次都帮他来抓我们家的人 今天你们休想带走我儿媳妇 否则老娘跟你们没完 说完刘春花 气是汹汹地拦在了叔叔面前 这位女士 请你让开 否则我们将以妨碍公务的罪名逮捕你 刘春花突然跪在地上 抓住叔叔的脚 大声哭嚎了起来 叔叔打人了 叔叔打人了 叔叔队长眉头一皱 小张 把他也带回去 是 队长 你放开我来人哪 叔叔非礼啊 叔叔耍流氓啊 眨眼的功夫 方小月和刘春花两人就被叔叔给带走了 回过神来的史大郎着急地问道 爸 我们现在怎么办 找张律师 快去找张律师 旭街上集 兄弟借我的车就架出了车祸 事后竟瞒着我 把我三百万的车当废铁给卖了 什么 你们不去向报案人道歉赔偿就算了 居然还在网上造谣诋毁人家 我说你们一家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张律师被震惊到了 他接触过不少法盲 但是像史大郎一家这样 对法律无知到如此程度的 他却是头一次见 张律师 现在怎么办 连我妈和我媳妇都被抓进去了 你赶紧想想办法 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 卖房筹钱积极赔偿 就算是下跪求饶也要求得和解 谁让你们不听我的 现在好了 做好采缝刃机的准备吧 史衡飞听完这话 顿时怒从心起 自己老婆和儿媳都被抓了进去 儿子也即将面临牢狱之灾 而这个张律师 居然还在这说风凉话 他奶奶的 老子花了这么多钱请你 你不是让我们卖房 就是让我们去给别人下跪 你特别要是干不来这活 那就趁早给老子滚蛋 请投猪都比你强 爸 这货不行 咱还是把它换掉吧 张律师瞬间来火了 怎么说他也是个名人 没想到现在 居然被两个法盲给羞辱了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另请高明吧 说完他转身便走 你给老子站住 先把钱退了再滚蛋 不好意思 作为你们代理律师的这段时间 我并没有失职的地方 所以收取的费用数不退还 你 使衡飞气的满脸通红 本来这段时间 为了他儿子的事 就憋了一肚子的火 如今自己花大价钱 请来的律师 竟然也要给他气售 今天你要不把钱给老子退了 你休想走出这个门 哟喝 怎么的 你还想打我是吧 有能耐你动我一下试试 信不信我把你也给送进去 张律师的这句话 彻底把屎横飞给点燃了 他只感觉心中 亚裔许久的怒火 如同火山爆发式的直冲脑门 恍惚间 眼前这个向他挑衅的人 变成了那个 让他恨之入骨的苦师吧 没错 我就是要把你全家都送进去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来打我呀 笨蛋 此刻的屎横飞双眼通红 如同疯了似的朝着张律师拳打脚踢 胡十八 你害得我七里子散 脑子嫩死你 旁边的屎大郎看得目瞪口呆 反应过来后 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 叔叔吗 不好了 我爸疯了 你们快点过来 没一会 当叔叔赶到现场的时候 是横飞正坐在地上发呆 而张律师已经被打的步行人士 小张 赶紧叫救护车 小李 把他带回去 而另一边 正在玩手机的我 接到了龙律师打来的电话 十八 为了防止被告转移财产 我已经申请了诉钱保全 刚刚发现 史大郎名下 除了在市区有一套住房以外 他在步行街那边 还有一间店铺 如果有必要 咱们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我听完满意的点了点头 没想到史大郎 在步行街还有店铺 那边的店铺可不便宜啊 这下我就不担心他没钱赔了 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 我和龙律师刚到法院 就碰到了头顶缠着绷带 整个跟个阿三式的张律师 龙老师 您是龙老师对不对 龙律师满脸疑惑的点了点头 你是 我是张伟 您还记得吗 去年我还去听过您的讲座呢 龙律师并不记得此人 但还是礼貌的点了点头 张伟更是兴奋的说个不停 龙老师 我老崇拜您了 您的战绩太逆天了 出道十年竟然还能保持百分之百的胜利 而我就有点尴尬了 战绩正好与您相反 惭愧惭愧 一番交谈后 得知大家起诉的对象是一家人 张伟更是兴奋的哈哈大笑起来 今天也算是与龙老师并肩作战了 真是我张伟莫大的荣幸啊 没一会就开庭了 史大郎那边虽然请了新的律师 但在龙律师和张伟的轮番攻势下 审判结果毫无悬念 现在本庭作出宣判 被告人史大郎 恶意侵占他人财产 因数额巨大且情节恶劣 现判决如下 被告人史大郎 犯侵占罪 危险驾驶罪 现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零三个月 并处罚金六千元 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共计三百万 被告人方小月 蓄意捏造事实恶意诽谤他人 因其传播范围非常广 对原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现判决如下 被告人方小月 犯匪犯罪 现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两万元 并在媒体上进行澄清 还原告情欲 听到宣判结果后 史大郎直接参坐在了地上 五年呢 他才二十五岁 人生最宝贵的五年 却要在监狱里度过了 方小月也是一脸呆滞 他虽然只判了一年 但不管判多久 这个污点会伴随他的一生 甚至会牵连子女 简直就是害人害己得不偿失 很快法官又对史恒飞 故意伤害的案件 做出了宣判 被告人史恒飞 恶意殴打他人 导致受害人造成轻伤二级 现判决如下 被告人史恒飞 犯故意伤害罪 现判处其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 并赔偿受害人医药费 以及各项损失 共计十一万 此时的史恒飞满脸沧桑 仿佛一瞬间老了十岁 他心里内叫一个悔啊 要是当初好好的道歉赔偿 也不至于造成今天这种局面 不久后 因为妨碍公务 被拘留了十天的刘春花 已经释放了出来 此刻他正在儿子的心房内 痛哭流泪 刚刚法院那边 已经下达了执行通知 儿子的这套房子 以及店铺 即将被法拍 他今天是过来收拾东西的 现在一家人除了他以外 全部都进去采缝纫机了 此刻的他 不知有没有一丝悔恨 自己多年来对儿子的纵容与宠溺 最后还是那句话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是永远不会缺席